一艘涉嫌盜運烏克蘭鼓舞的俄羅斯霍輪 支貝克霍利號 在被土耳其當局扣留數日後 又傳出已史離土國港口 返回俄國領海的消息 這件事震怒了烏克蘭政府 他們批評土國政府放行霍輪的行為 令人無法接受 並要召見土耳其大使厘清此事 除了控制烏克蘭糧食出口之外 普丁似乎也找到了 對抗西方制裁的新武器 俄國法院在當地時間6日 下令將全球最大石油管線之一的 離海石油管線停止運作30天 阻斷哈薩克開採的原油 出口到歐洲國家 離海石油管線約有三分之二的原油 疏往歐洲市場 如今俄羅斯下令停運 導致全球每天減少 將近150萬桶的哈薩克原油供應 對本來就已面臨嚴重能源供應緊縮的 歐洲市場造成更沉痛的打擊 根據彭博分析 俄國還希望透過阻斷 離海石油管線來刺激 本來就以高昂的油價 反制西方制裁 而高明的是 此舉幾乎不會影響到俄國自身利益 因為俄國原油只占這條管線的10% 反而衝擊了全球80%原油出口 都必須依賴離海石油管線的哈薩克 華語新聞謝榮越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